哈喽大家好,我就是专门讲解各种嘿嘿嘿啪啪啪啊啊啊啊光能电影的影色,帅的吊渣 今天给大家讲的电影是诗人保姆,一个鬼魂收养弃儿的故事 这篇儿是一三年的,但是今年诗人保姆要出二了,所以我干脆把第一部也翻出来讲一讲 影片开头,一男的大牌杀了自己的媳妇,然后带着两个女儿跑路了 结果因为情绪太过激动,车开了半道翻车了 行啊,反正是逃命,跑到哪儿算哪儿吧 这哥们就很随性的,带着俩闺女躲到了跟前一废弃的木屋里 可走到跟前,大女儿维多利亚就注意到,屋里有个人影搜一下闪过去了 但甭管咋地,他们还是进去了 随后,大白准备先杀了闺女,再次杀 嘿,咱就不懂,那你就搁家死呗,还跑这么远 大白刚好动手,一个鬼影突然闪得出来,攻击了她,救下了两个女孩 随着一段自带马赛克的画面过后,大白应该是领和发了 两个孩子小啊,也没太明白咋的事,就呆呆的坐在壁炉前 就是五年,影片用一段过场动画向我们展示了这五年来,俩孩子是怎么过的 就像他们的女鬼充当了妈妈的角色,每天给他们投食影头 还会化作扑轮蛾子陪他们玩耍 小女儿莉莉被丢在这时才遗碎,长大点后完全不会走路 只能像动物一样爬行,时间久了之后原本会走路的维多利亚 也开始似乎着地的,那么走到了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大白的弟弟小白,也就是两个孩子的叔叔 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俩,早了五年,终于找着了 俩孩子被发现时已经形同一件人,情况十分不好 拒绝与人结束,小白只好把他们送去医院治疗 很快,心理医生王叔就发现了鬼妈妈的存在 但他以为这是俩孩子太孤独,自己幻想出来的 孩子被找回后,他们的姨妈跑来征抚养权 但小白也不爱把孩子给他,俩儿子都是想好好照顾孩子 可惜小白经理条件不行,王叔就表示了 这俩孩子确实是个特殊的病例,他也想继续治疗下去 因为那姨妈住外地,孩子要归他肯定不能让自己治了 所以他决定为小白提供抚养孩子的住所 前提是得让他继续负责治疗,那小白当然欣然同意 就这么的,俩孩子就被判给了他 他跟对象小红一起照顾他们 因为维多利亚被丢弃时已经躲哪事了 经过一番治疗,他已经基本回复了正常 但莉莉完全不行,还是沉浸在之前木屋的小世界里 四个人搬进来没多久,屋子里就出现了鬼妈妈变得那个扑龙蛾子 隔三差五的还总能看见莉莉在房间里跟人扯横打扯得不亦乐乎 但其实此刻维多利亚并不在房间里 也就是说,此刻跟他玩的就是鬼妈妈,他已经过来陪孩子们了 某晚,小白和小红正准备亲热 鬼妈妈突然出现,暗中偷看,把小红吓得当场灭火 随即,俩人起身查看是哪见了人了 这条鬼妈妈再次出现,偷袭小白 害他摔下楼梯陷入了昏迷 小白昏迷后,小红不得不独自承担起照顾俩孩子的重任 之后,王叔来家奔诊 发现俩孩子房间里莫名多出了个木娃娃 便问维多利亚,娃娃是哪来的 维多利亚只说了一个词,妈妈 起初,王叔还认为,是长期的封闭环境 导致维多利亚产生人格分裂 分裂出了妈妈人格,照顾自己和妹妹 还给自己做娃娃 但很快,他又注意到,整个谈话治疗过程中 维多利亚的眼睛一直盯着自己身后的天花板 就像那块有什么似的 外加之前,维多利亚曾说,鬼妈妈给他讲过一个故事 说有个女人从疯人院跑了出来,带着孩子跳进了狐狸 王叔把这前后一结合,觉得此事并不简单 可能这鬼妈妈跟那疯女人有什么联系 便开始调查过往疯人院中类似的事件 与此同时,小红家中的怪事是越来越多 他老是能听着有什么人在给孩子俩唱个摇篮曲 他俩又经常在半夜突然开始疯玩 还特别担心小红动他们的衣柜 他把这些告诉了王叔 怀疑有人一直在探望孩子们 王叔其实心里也有所疑问 但他自己也没确定的 便依然称是维多利亚人格分裂了 另一边,昏迷中的小白突然收到了哥哥的妥梦 哥哥站在一个桥洞底下,身体扭曲的指着一个方向 让小白救救自己的女儿 当年难道不是你要杀他们吗 随后,小白从昏迷中醒来 对哥哥的妥梦一直半解 小红带着俩孩子过来看他 几个人聚在一起情乐融融的 真跟一家子似的 就莉莉独自坐在床边 咔咔的吃着破冷饿子 本已逐渐融入家庭的维多利亚 看到妹妹这处突然意识到 鬼妈妈是不会情意放他们走的 当晚,维多利亚独自躲在浴缸边哭 小红问他怎么了 维多利亚的回答令他毛骨悚然 我现在跟你和小白哥还太好了 鬼妈妈非常嫉妒 很可能会伤害你们 说完,他还恐惧地看着门口 就好像鬼妈妈在那站着似的 某日,姨妈过来看孩子 发现莉莉脸上有瘀青 怀疑是小红他们虐待孩子 便暗暗合计着 啥时候来拍个正义 小红正被灵异事件跟俩孩子整脚大红到勺里 也没空打理姨妈 就随她去了 这时,王叔那边也查到了维多利亚 提到的那个女精神病 就醒了她过来跟她闹闹 聊了没两句 她便拿出那个女逢子的照片 问维多利亚 鬼妈妈是不是就这样 谁料维多利亚当场愤怒的大喊 你鬼表情 王叔正跟她抄上的 却突然意识到 维多利亚好像并不是在跟自己说话 而是跟自己身后的什么东西 她赶紧回头 只见鬼妈妈从她身后的墙壁里钻了出来 吓得王叔连忙结束了治疗 离开了小红家 没想到此事真的涉及了超自然领域 王叔震惊不已 连忙跑去了俩孩子之前待过的木屋 探寻真相 而小红在家突然做了个噩梦 梦的就是鬼妈妈给维多利亚讲的那个故事 这鬼妈妈就是王叔查到的那个女疯子 也就是这个噩梦中的主角 她从疯人员逃出来后 杀了修女 抢回了自己的孩子 跑到一悬崖边 因无路可逃 她只好带着孩子跳了牙子 从此 她的鬼魂就流落在了附近的树林中 趁小红睡觉呢 鬼妈妈又去找俩孩子玩 可维多利亚已经喜欢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便选择留在房子里 不再跟着鬼魂 莉莉只好自个儿找鬼妈妈去了 可这时 王叔那头刚好进到木屋里去了 鬼妈妈一瞅 这哪行啊 就丢下莉莉 赶过去把王叔给杀了 四日一早 小红过来看孩子 只见窗户开着 莉莉没了 给她紧张的一通照 踩在院子里的树桶下 找到她 看来鬼妈妈昨晚忙着杀人没工程管她 虽然小红不是个喜欢孩子的人 但当我以为莉莉出事 但没想到被人爱抚的感觉还挺好 俩人有爱的抱在一起 维多利亚从楼上下来 看到这一幕 立马担忧的看了看房子四周 连莉莉都开始接受家人了 鬼妈妈的嫉妒会不会更疯狂呢 随后 维多利亚在厨房看着火 小红上楼手上东西 就看见俩孩子房间的干嘛里 有条还影动了一下 他以为是莉莉跟那儿钻着呢 也没当个事 谁想这事 维多利亚竟喊道 小红你快下来 莉莉饿了 这么说莉莉在楼下 那自己身后的又是谁 他一转身 那团黑影羞的钻进了衣柜里 小红忍不住开轨查看 可又什么都没有 问维多利亚他也不数 他只好跑一找王叔 结果可想而知 王叔已经失踪了 但硬核女孩小红 绝不寻规刀具 直接潜入王叔办公室 把跟自己家俩还有关资料全抱走了 然后他就得知了鬼妈妈的审视 而且据王叔的调查 鬼妈妈当年跳下悬崖 还不小心挂树上了 其实也死了 尸体被政府收走了 他反正就没找着那孩子 便化作鬼魁 一直游荡在附近的树林里找孩子 不成想 阴差阳错的救下了维多利亚姐妹 就把他俩当自个儿孩子了 与此同时 小白在医院里 反复思索这哥哥拖的梦 突然发现梦中的那个桥洞 其实就在木屋附近 于是他也决定去木屋那看看 家里那边夜一深 鬼妈妈又过来拐着孩子走 立立心之前 一见着鬼妈妈又沦陷了 跟着就跑了 小红听着维多利亚的呼喊 赶紧冲过来救孩子 鬼妈妈当场急 你要跟我抢孩子 当场开始攻击小红 啃头背 急得维多利亚拼命拦着 妈妈 你保证过不会伤害他的 鬼妈妈一听这话 便放过了小红 准备带着俩孩子离开 谁料这时姨妈 都管这个相机跑过来拍证据了 你这不送人头吗 然后他又死了 小红在昏迷中 把鬼妈妈跳牙的续集 给梦完了 明白了这鬼啊 其实就是想找到自己的孩子 等他醒来后 自己家的孩子已经被带走了 他干嘛跑来翻房书的资料 还真翻到了一个小侠 装的就是鬼妈孩子的尸体 小红赶紧连小白一起去救孩子 因为刚才鬼妈妈 正在家这头忙杀人的 小白就没事 俩人来到鬼妈妈 当年自杀的那个悬崖 他正带着小姐妹 准备一起跳崖呢 跳了大就在一个世界了 鬼妈妈一张手 历历是二话不说 就往悬崖那走 幸好小白冲过去 及时抱住了他 鬼妈妈气得不行 刚准备要弄死小白 就看到了自己的孩子 变回了人的面庞 虽然看着依然是那么恐怖 就当一切正要奔向 大团圆结局之时 一直真心把鬼当妈妈的历历 突然大喊一声 鬼妈妈突然反过来 对呀 我这还俩活孩子呢 啪 手里还一甩 又开始来抢孩子 谁拦谁死 谁拦啃谁后卫 为了不让鬼妈妈 杀掉小白小红 维多利亚只好选择 跟鬼妈妈去死 可小红不肯放弃 只要胜存一口气 就不能看着俩孩子去死 一直拽着维多利亚 还不让他走 最终维多利亚不忍离开 他恳求鬼妈妈 让自己留下 鬼妈妈也是挺好说话的 就光带着莉莉走了 俩人幸福相拥 坠下悬崖 化成了一大片扑冷蛾子 小白也苏醒了过来 一家三口相拥而弃 这时一只蝴蝶 落在了维多利亚的手上 维多利亚认出 这是莉莉 然后莉莉变的蝴蝶就飞走了 舔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事大家好好赏量 像姨妈那不好好沟通 文杰瞎怀疑 他就出事了 再看文多利亚想留下 就跟鬼妈妈好好说 那不就让你留下了吗 大家都挺讲理的 记得给大家关注 我是Soul See you